大家好,我是班大师,欢迎大家关键吧,幻老师小说家面对黄一之主 诶,那这把的话,黄一之主如果上来遇到幻老师,我觉得这把黄一之主有了 诶,有了有了有了,因为黄一之主这边遇到小说家,相对来讲小说家溜溜不动 然后呢,这边,诶,不抓吗 还有什么比小说家好抓的吗,这套阵容里面 一刀打,这边的一个蓄力刀打的倒是很漂亮 前面捏触手来防你开枪 位置上面压住,左右拉扯,然后一根触手封住 这个点位空军你还别说正不太好走 交枪躲掉,好的,回身一刀 嗯,抓是抓得很快,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小说家也能抓呀 刚刚那个位置小说家我觉得可以抓的 他格力用的交互点不多 对吧,就绕过去两板区,那两板区 下一根触手,我觉得可以接受啊 这边回头不让你吸小说 嗯,蓄力回身过来找机会下一根触手 拦住这边的小说家 这把的话,球者其实蛮难打的 因为前期抓人比较快 然后密码机的话呢,小说家被干扰到了 机子是肯定不够的 他们这边的一个救人,本身就不扎实了 本来可能,哎,空军这边 一根触手拍中 砸板 小说家能不能吸一本小说 然后来换一手保活这个空军 这局的话小说家要来换一手的 保活这个空军才行 这边飞轮先躲到 然后一波换,好,拉开 看看空军能不能走啊 这里空军感觉就算不能走,他也能狗住 这空军应该找个地方狗住 这样的话,换老师这边可能有危险了 换老师这边被抓,球者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的话呢,这边再吸一本小说 好的,这的话就看有没有队友来配合了 穷者能翻盘真剩吗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这边就,就算我现在重新抓 这个小说家,那又如何呢 你们好像搞得能救人一样 对不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你们密码机啊 根就不够啊 出手 算了机子,算了机子 现在总量加起来也就修掉两台机子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打了将近三分钟了 两分四十秒了 才修了两台机子 这个局,穷者 我觉得就一波人 但凡被打个双倒 小扎这边 啊不不不,那个黄医术这边还是能赢的 黄医术这边还是能赢的 机子这边压着 外面的话,空军去补机子 还有修机的buff 不好打,不好打,不好打 我觉得还是黄医术的一个真剩面 动线给你打咯 好的,然后这一刀,拿一丝 这把的话,祭司其实给到的一个 作用非常的大 第一波救人 然后下板子 才保证了这边小扎西出一本小说 才保证了空军能够拉开身位 所以这把的话 其实祭司真的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核心问题就是 还是前期倒得快了 所以他们的机子真不够啊 这边要来用触手来压吗 玩具商这边跳板 玩具商说你估计有个博命吧 对,他还有个博命 但是这个博命 这不一定够 一刀打中祭司 那这边的话 应该不会管这个祭司 还是应该再换挂 再换挂 他就是想要赢 他就是想要赢 如果想要平的话 或者保平真剩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这边过去追小说家 会更好一点 更稳一点 但确实因为 穷者外面的机子不够啊 他们不断的在救人 大家注意到 这个祭司基本上没修过机子的 没办法 他一定要救人 然后呢小说家也没有修过机子 那谁修过机子呢 就玩具要修掉一台 然后现在空军在修 这机子其实差很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边祭司要过半了 然后才修掉两台 这边第三台才刚点掉 才刚准备点掉 那机子还差两台呢 好,这边过半了 是吧 来,我这边来找你了 玩具商这边的话 黄鱼祖这边 其实可以再用根触手 来压压他的位置 对,触手拍到了 好的,人救不下来了 空军来救 空军来救 也不一定救得下来啊 打是打得很精彩 每一波救人 其实救的都蛮不错的 都有他的一个战略效果 但是核心问题就是 极字差太多 触手拍,好的 再追一刀空军 人先挂飞 切传送落地 秒小说家 这边小说家得点修 直接修的话 传送落地一刻就来秒你来 我们镜头给到 321传送落地 那这边应该是撑不住吧 又一本小说 但是这本小说没有用 说实话没有用 就当小说家自己在被追的时候 核心问题就是 两个人距离拉不开 距离拉不开 你往这里走 我往这里走 然后这边再蹲一手 花老师这边 没有交互点可以利用 花老师还是比较细的 每次都是在黄一之主 攻击的那一刻 把这个小说交出来 人挂飞 这边的话 诶,玩具上怎么倒的 那挂飞一个再挂 然后这边找到空军 是不是还是一个多抓 这个局 只能说黄一之主 他确实打得好 确实打得好 前期抓得快 然后在过程当中 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临危不乱 而且呢 那一波 要我是黄一之主 我可能就去追小赵 因为小赵上挂飞嘛 相对来讲 把这上挂飞的人处理掉 心里会落实很多 但是他的大局关系 信息 他知道秒级不够 然后再打一波防守 他并且有信心 能够拦住这边的玩具商 打得真不错 这个黄一之主 这个黄一之主好厉害 距离的把控什么的都做到了 这里怎么厉害 还放个逆交 现在高分段的人情事故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有个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兄弟你懂我的意思吗 过来 过来 直接投降 拜拜 拜拜